寓言故事 就比如亡羊补牢 克舟囚剑 嘎苗助长 化蛇添足等这些 都是我们从小就在课本中学习到的 今天要讲的是北宋欧阳修所写的一篇《卖油功》 陈高速功耀资善舍 当世无双 功义以此自尽 常胜于家谱 由卖油功施荡而立 倚之久而不去 见其发誓时重八九 但未寒之 康夙问曰 如意知舍乎 无舍不亦金乎 翁曰 无他 但守属耳 康夙愿曰 耳安感心无舍 翁曰 以我卖油之之 乃取一葫芦至余地 以钱付其口 许以卓卓油利之 自前恐入而前不失 因曰 我亦无他 为守属耳 康夕笑而浅之 这便是全文 短角惊悍 即便是文言文 读来也没有太大的难度 所以 这篇文章被选入了语文教科书 是七年级被学的一篇故文 但其实文章的最后一句是被删减了 这句话就是 词与庄生所谓解牛金 轮者合宜 这句话的意思是 这与庄子写过的 刨冰解牛和轮扁金轮有什么差异呢 的确 陈瑶兹射箭能够设十只 重九只 卖油功 卓油能够从铜钱的红里倒油 而不会沾到钱上 这样人都验证了熟能生草 实践出真知的道理 而刨冰解牛和轮扁金轮两个点部同样也是 一个名叫冰的厨师 在刚开始解牛的时候 他看到的也只是一头牛 但十三年以后 他就能够看到牛的内部筋骨 再也看不见枕头的牛了 他的载牛技术高明到北梁慧王称赞 这个故事说明上事物分担复杂 只要反复实践 掌握了他的客观规律 就能得心应手 运用自如 宁愿而紧 问题出在轮扁金轮上 顺秋时 齐国有名的造舍工人 轮扁通过制作轮子的实践而掌握其中的规律 继而得心应手 但酷爱读书的齐王公在他眼中是 然则君之所读者 古人之糟粕以矣 意思就是宣扬读书无用论 专家怕学生看到这一句就不读书了 觉得读书没用 轮扁金轮似乎是在讲读书无用 这可不能让还没有完全认知能力的学生们领队 所以经过慎重考虑 为了避免教育出现失误的问题 这最后一句话就被删除了 但古人的智慧真的如此浅薄吗 轮扁金轮是装子虚构的一个故事 一个小小的故事说明了三方面的道理 一是不论做了什么事情都要注重理论和实现相结合 要靠自己从实践中摸索出规律 二是时代不同不能始古不化 要懂得变通 三是要先手相应 手中所作要能符合心中所想 既信书不如无书 所以不能太均匀书本 否则是会吃亏的 这些道理也印证在现实中 实践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战国时赵国民将赵奢自治赵阔 年轻时学兵法 关于兵士有路易不绝的看法 但后来他接替连波为赵将 在长平之战中 只知道根据兵书不知道变通 结果被秦军大败 因此赵阔被称为纸上旁兵 由此看来 古人的智慧是无穷且深奥的 只有今生经历过 才能切身领会其中的深意 感谢观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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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来